就因为这样子 我们来生如果希望更好的话 那就要靠今生的行为 留下来的那种无表业记忆体 作为一个原则 作为一个标准 来引导我们下一辈子的满业 又生成什么样子 所以也可以简单的说 我们自己的行为 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决定我们的来生 那也可以说 我们自己的命运 操纵在自己的手中 也可以更进一步说 学佛其实是信仰自己 相信自己 这就是释迦牟尼我说的 要自于止 就依靠自己 法于止 目以于止 不好的过去的 未来只要凭努力 一定可以好的 在中国传说有一个民间的一个故事 说某一个人 他很慈悲 常常抄那个中药 中药要铁子 抄这个送给别人 那么别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善人 这些善人 这些善人有一次 坐船 在江 这个大江里 突然间 一阵 这个风 把这个船 给吹翻倒了 他心里想 这就完蛋了 嘿 竟然在这个 紧要的时刻 紧要的时刻 忽然间 好像发现 有人 从他的 两手的胳膊 这样子 把他撑起来 架起来 而且带到 海龙王那个地方 传说的 海龙王就跟他说 我知道你有灾难 但是因为你平时 心肠 心地很好 所以特别派我的 瞎兵瞎将 保佑你 保护你 那么这里 还有十二个 我在收藏 有十二个 铁子 你回去 抄送给别人 会让你得到 富贵 这位善心人士 这位善人 就跟龙王说 哎呀 龙王 一个人 命 如果是 穷的话 再怎么做 也不会富贵的 龙王说 哎 不是这样 哦 这命虽穷啊 你心好呢 会变富贵的啊 哦 你拿回去 抄给送给别人 应该可以得到 富贵才贵啦 才对啦 那么这样子 就派人 把他呢 护送到岸上 哎 上岸呢 发现了 自己衣服 并没有撕掉 哎 后来呢 他就很用心 很认真的 抄这十几个 就要帖子啊 哦 送给别人 真的 啊 非常有效 来要的这个人呢 很多 你们来嘛 总是给他呢 一些钱嘛 就这样子啊 他竟然成为富贵了 所以说呢 啊 命虽然是穷 心好 可以变富贵了 我们台湾话说呢 命地 虽然是善财啊 心好 一定变好 贵啦 哦 所以 信仰 佛法的这种 不管是 因果的理论 月报的理论 啊 只要我们正确 而且是深刻的相信的话呢 照这样去做 肯定会改善自己 改善自己未来 改善自己的来生 好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就再要说明 世间的一切啊 凡事各有因果 啊 因缘不同 结果是不一样的 因果不仅仅是一门啊 理论啊 知见啊 啊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 衣食住行 乃至人我相处 信仰道德 健康 经济等等 包括现在呢 整个社会的环境 啊 政治的因素 啊 或是说呢 大自然的 这个环境保护 这些呢 一切都已经果的 啊 人类呢 对地球上的资源 啊 不断的在开发 啊 甚至有些呢 浪费 招他 整个地球的资源 所以呢 地球在反扑 啊 你不爱护他 他爱护你做什么 气候 温度 一直变着 啊 像这样的